今天从哪开始 我们先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导开始 那这篇报导呢 其实出现的时间 如果我们换算成台北时间的话 应该是9月26号早上11点 那当然它显示的是美国的东部时间 那这篇报导就是 诚如刚刚香隆哥 刚刚谈到的这些 它里面放了很多的东西 那不过在之前 那香隆哥有另外一种说法 叫冲洗 对对对 它是要覆盖之前的东风31AC 那但是 其实这则新闻不断的讨论下去 可能事与愿违 也就是当大家不断的开始 抽丝剥茧的时候 反而可能显现的 也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浅见 它的能力的不足 而且解放军的弯道超车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一一的解释这些问题 那我们如果说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那其实因为我还有另外 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题目 也就是东风31的问题 那东风31其实没什么问题 那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到的冲洗 就是美国它想要把带风向 让大家不要关注东风31 可是东风31就是它全射程 而且到底是有多全射程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的这个全射程 已经超过了2023年 也就是去年的中国军力报告 它对于这个东风31的这个距离的认定 也超过了CSIS的这个智库 对于东风31的这个距离的 距离的一个推测 他们推测都在11300到11500公里 可是实际上来讲 大家画出来的距离 可能大家都在12000公里左右 那当初这张照片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帮大家解惑很多 因为前一天发射的时候 大家都在吵这是东风5 还是东风41 可是这张照片一出来 第一个这个小平顶 小平顶就是东风31 那如果是东风5的话 就是右边这张照片 右边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中边 中间的第一节 就是第三节的火箭 跟第二节的火箭 中间有一个镂空的位置 那个位置其实是它的一个结构 那也就是说它的推进 它那个它的第二第三节火箭 跟它的第一节 其实没有不是在一起的 那它是在发射前才组装的 可是如果我们看这张照片的下半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举生器 那举生器就不是东风5的一个常态的状况了 那这件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其实让大家有很多对于解放军真正的核打击力量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想象 那我们另外还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其实因为我们大部分在台湾人没有没有所谓的百度地图 其实没有办法猜那个完全的破解这个位置在哪里 可是对岸网民有鼻子有眼睛的说这个就是在海南道 那不过来看起来也像 因为这个就是东风31的状况啊 那这张照片到底显现了什么 这张照片显现了就是我们我一直在强调的叫做冷启动 它连交管都来不及派 意思也就是说当指定你要完成这个任务在几点几分发射 你就要直接的前往那个地点去发射 然后你根本这些派交管啊 然后做做道路进空的协调 你都没有时间啊 那这是我们所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端倪 不过东风31啊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啊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苏加特他所画的这一张图啊 他的他的说法是什么 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射地点 以及当初他会提供一个这个运载火箭 就是他的推 矩生器的这个不是不是矩生器 运载火箭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脱脱离的位置 正好在菲律宾的左侧跟右侧 他说把这条线画出来 画不到这一个 最后的一个目标区 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的就是他会他做了变轨 他做了变轨 那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空中 因为他这种飞弹啊 一般大家的想象就是 他不是像我们可以 我们刚刚看到那张照片 他就是小平顶 他变他虽然双锥体 可是他没有所谓的可控制翼 也就是一般来想他应该就是从他发射的轨迹应该可以推算到他要攻击的位置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 那他在中 他最后如何变轨的啊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因为我相信解放军通知虽然有通知美国 可是美国的反应时间来不及 而且美国现在可用的载具啊 其实并不多啊 那个游船该出问题的出问题 然后之前我们讲到雷根号要要求你出港 你也出不了港 那这些问题太多了 因为他的舰艇啊 其实他的保修也就是保养跟维护的状况不好 那也就是说他也没有办法反应这个 那大家说有太空啊 他有太空的各种坚针系统啊 还记得吗 那太空客船的那两位到现在还没回来 对啊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问题啊 那这件问题还可以看出其他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啊 我们台湾很著名的一个新闻综艺节目啊 那就是上面这一个 那上面这个新闻综艺节目呢 他就讲说哎呀 那个其实中国的中国大陆呢 其实中了美国的反间计啊 在这这上面这一则节目 我都标出时间点 大家现在 那个YouTube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 当你可以有时间点的话 你都可以把这内容挖出来 嗯 那我们就可以来鉴别他的真相啊 那他在去年的8月8号 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那当然啦 这个呃 我们的于北陈大将军呢 这种这种是绝不落人后的 他也讲说哇这个火箭军的军官名单啊全部被公布 然后呢基地坐标番号全部被曝光 这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军官本身啊 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跟官啊 也就是调来调去调来调去的时间一到就要调那个调离单位 当然有可能是竞争那个晋升有可能就是退伍 或者是他有更好的发展啊 那调到嗯 中央单位去啊 嗯 那 真的吗 美国掌握的刚好吗 那之前我们刚刚讲的新闻综艺节目他讲说 连军权都帮你算出来好 你既然算出军权 我们来看你飞弹上面出了什么问题 嗯 那他讲的两份报告 我们看到第一份报告里面 我们就直接提就是我们我画出红色虚线这个框 他对于海南岛单州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我们讲到说 这个六二基地里面的六二四 那个六二四集团军啊 不是不是集团军六二四群啊 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装备 他这边写的是什么东风二十一滴啊 可是这一次打出来的是东风三十一A级啊 意思是什么 你这个不太清楚状况啊 那这个是二零二二 当然大家有很多说法 帮美国 美国粗矿大家都为事 然后就是讲一大堆来原来帮他圆过去 可是呢 二零二三年继续有一份报告 这是明德大学的报告 那明德大学其实他是跟着智库一起发展这篇报告 那在这篇报告里面呢 那其实他也讲到了海南岛的这个位置啊 也是单州 那我们可以从那个他这边的省份跟城市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显现出来 他有特别提到装备是东风二十一滴 那为什么打出来的是东风三十一A级 什么时候去的啊 嗯 怎么去的啊 那这个就是反而是当初大家大张旗鼓啊 反而是确定了你们这些啊都是超来超去啊 那个二零二三年超二零二二年的 二零二二年来可能有一些资料 那你要讲军权呢 我这个就开始觉得很狐疑了 军权到底跟火箭军有什么关系啊 他只是那个所谓营区整体安全的一部分啊 那之前讲到有关于冲袭啊 实际上来讲就是这个部分啊 也就是我们来看啊 最爱就是现在我们以前认为这是一个官方通讯社啊 那现在我个人的定位啊 也就是这是那个执政党啦啦队 那他这边讲到说25号发射这一枚 我们再想一想刚刚华尔街日报是几号 是26号 那这个也就是他们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 军事新闻内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黑解放军的部分 好不容易 那但是他们还是讲不了其他的东西啊 军事新闻的地方 这些资格尔街 有的 这些资格尔街 是更加伎属于